中共治下貧富懸殊造成了嚴重的社會問題 扶貧工作是中共政府的一個重大政策問題之一 雖然政府試圖加強對農村地區的基礎建設 但巨大的城鄉差別仍是主要挑戰 而從農村移民城市追求生活改善的農民工 甚至成為了被遺忘的角落 扶貧工作在本月即將召開的中共十九大前 正被家屬推進 但由於福利只能在戶口登記地獲得 像王沁這樣的大量城市農民工都被漏掉了 王沁是文盲 靠收集和轉售垃圾掙錢養活三口之家 他說 房子的租金已經比開始翻了一倍以上 我還要支付孩子的學費和他每天的飲食 我承受不了了 我全身都疼 我無法賺錢 我每天都在為此發愁 王沁幾乎每天都工作16個小時 他說 由於地方政府的腐敗 他無法在家鄉所在省份得到福利 中國官方也承認扶貧問題的嚴重性 但表示他們的方案只能集中在解決最緊迫的 農村極度貧窮問題上 對於那些剛剛超過貧困線以上的人口 他們的生活尚不知何時才能從 每日掙扎在勉強糊口的境況中改變過來 很多中國社會問題的研究人員認為 當局目前的扶貧項目無法從長期根本上解決問題 而其中最關鍵的是醫療和教育問題 新唐人記者徐哲 名譽綜合報導